我婆婆重女轻男 我怀孕的时候就盼着我能给她生个大孙女 婆婆有俩儿子 我老公五岁的时候 她就差邻居家那姑娘了 一咬牙一跺脚 生 结果呢 草率了 又来个建设银行 这小棉袄的梦算是破灭了 这不到我怀孕了 婆婆嘴上说男孩女孩都一样 实际上呢 自己偷偷给做的小辈儿 买的小衣服啥的 都是粉红色的 还给我看我老公小时候的照片 那让我老婆婆打扮的 穿个小碎花裙子 还说俩葱金鸡 撅着个小嘴就给照上了 我就心子 我这老婆婆是得多稀罕鬼女 这么祸和我老公 外孕的时候 谁看着我谁都说得生男孩 婆婆当时在外地 说工作走不开 生孩子就不回来了 结果我生了女孩 婆婆立马赐掉工作 非辈来伺候孕子 她肯定心子了 姑娘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来个大孙女也不错呀 直到现在 我姑娘一年四季的小裙子 都是我婆婆供着 谁都没她大孙女找的好看 谁都没她大孙女聪明 以后我 我得把这些事 讲给我姑娘听听 让我姑娘也得好好孝顺孝顺 这个把她当成 心肝宝贝的奶奶